小号好,我是瑞铭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和财务问题备受质疑 一马发展机构董事局主席罗丁沃·卡玛鲁丁 昨天就发表了一份洋洋洒洒 超过2000次的文告回应外界的质疑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首先重申 它们并非由政府所掌控的主权财富基金 而是战略性发展公司 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 全由政府出资,取得的利润也归政府 而一马公司的投资是使用自己的基金 不过他坦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在成立初期 的确收过政府提供的100万令吉资金 但之后再也没有获得任何资助 因此外界指他们使用人民纳税钱来投资 或是浪费纳税钱是错误的 有关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资金 他们也再度的表明 截至今年3月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514亿令吉 远远超越总值419亿令吉的债务 净资产近100亿 另外外界质疑一马公司获得优待 不是最低净标价也获得3B煤炭发电厂招标计划 他澄清招标计划并非只看报价 还包括其他考量因素 他说的确有另一份计划提供更低的报价 不过对方缺乏经营煤炭发电厂的经验 无论如何一马发展有限公司表明 他们是独立操作 不过根据公司网页 一马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一马公司的解释可以解答民众的疑惑吗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革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